大家好 我是丁超 歡迎收看超級大贏家 這個月的營收已經公佈差不多了 那季報 半年報 應該說半年報 大概8月中旬 也快差不多大部分的股票都公佈了 所以影響短線的因素 其實營收最不會影響短線 營收最沒有用 因為營收跟賺錢不一樣 營收你要賺錢還要卡在毛利增加 所以很多人很重視每一個月營收 那個其實程度很差 因為你要重視是財報 例如說季報的調整 半年報的調整 還有連報的調整 因為法人最重視這種東西 他們對營收比較不在意 那你如果說已經知道的基本面 那沒有用 已經知道的就沒有用了 你注意看外資的任何報告 他的寫 他寫一個報告 他都寫今年 因為今年還沒結束 就今年 明年 後年 對不對 他連續報告三年 所以他會調高他的平等 或者他的目標價到 可能是到150 200 300 他是這樣 他是看後面 他不是看以前 他不是看以前說 獲利3.85 第一季賺1.35 不是看這個 因為這個都已經知道了 他公佈了第二季 第一季報之後 那連報就出來了 對不對 那他就預估在第三季 第四季 還有明年後年 那他作為他 Benchmark 作為他股票 到底要不要買的基礎 那他外資在買股票 他不會算價位 他只算他有沒有那個價值 所以已經知道了就沒有用 我長講已經知道沒有用 最近很多IC設計股不是都跌下來嗎 這個大家都知道啊 已經知道就沒有用啊 怎麼會有用呢 你知道他 你知道去年賺這樣啊 第一季賺這樣啊 第二季賺多少 這個都有寫啊 報紙都有寫啊 對不對 這個很容易啊 比如說 第二季賺多少 或者是這個 第二季賺多少 這都知道嘛 因為不是只有你知道啊 對不對 七年賺多少 第二季賺多少 這個 是不是都已經是公開 這交易所都有公開 那沒有用 那不能作為股票買賣的基礎 所以很多人都 因為 進入股票市場 可能是 很粗淺啊 我們稱他為小白 他不懂 他以為說營收很好就會漲 或營收很差就會跌 不是這樣啊 股票不是這樣玩 如果這樣不是就大家都知道 比如說這個大家都知道 富頂很厲害啊 第一季一塊四 第二季還成長這麼多 倍數成長 富頂啊 IC設計股不是嗎 MOSFIT IC設計股 可是如果你不懂 你就是去買這裡了啊 因為這邊在盤頭啊 這邊不是盤頭嗎 那早知道的人 早就已經先買了 就是這邊買的人 或是這邊買的法人 他就在預估 預測第二季的財報 他們就在預估財報 因為這個叫預測 那如果預測對了 他加板上去 預測錯了 他就賣出去了 所以你看 常常看到很多公司 財報一公佈 哇 不是大漲就大跌 有的時候變利多出境 有時候是財報符合預期 但是沒有很 沒有超過標準 或者是沒有優於預期 就變成得討論 像這個都是一樣 財報很好啊 後來是這個 哪一檔公司財報不好 非常好 但是都會跌停 財報最好的公司 都會跌停 因為這季順便 他就盤頭啊 後來是你看那個資源 資源最近也跌了 被投信一直賣嘛 你看投信為什麼 一直賣資源 因為他預估他的財報 他這邊買嘛 買資源嘛 結果他知道啊 因為他知道這個資源 這個財報 他們算出來差不多嘛 符合預期 0.68 1.1 差不多嘛 這個大家從營收的地增 從毛利率來算 大概算出來差不多是這樣嘛 那這樣子他就會先跑啊 他先跑不是說這兩股票不好 是他本來他一個過程當中 他本來就會有買有賣啊 對啊如果你買在這裡不是就很可惜 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投資朋友你如果一直看財報 你會買陽明買234.5 而且你還會續報喔 你跌了五成以後你還會續報 為什麼你會續報 因為你認為說這個財報很優秀 第一季這樣賺那麼多錢 七年才賺這樣 你看長榮就長榮季報公布出來了嘛 長榮季報是不是公布出來了 這第一季嘛 第二季也出來了 第二季加起來就15塊了嘛 第二季快到8塊 那毛利一定會增加的 因為規模增加拿毛利增加 增加到 現在已經50幾%了嘛 那未來會不會再往後退 保證 保證會往後退 我跟你保證 所以這個一定會崩盤的 因為他毛利不會一直漲啊 不會一直篩崗啊 不會不可能一直篩崗 我保證不會一直篩崗 從有一天就不會篩崗 那報價就會崩盤 就跟石油價格一樣 有漲有跌一樣 或者是跟面板一樣 有漲有跌一樣 所以你等到他報價開始往下跌 他的運費開始往下跌的時候 就算運率增加也沒有用 因為運率增加 有時候規模生意做越大 虧越多啊 這一點你可以從面板股的角度去想 你看他友達跟群創生意做那麼大 他不一定每一年都賺錢 今年是大賺錢沒有錯 可是不是每一年都賺錢 有時候生意還是要做啊 你不能說這個報價不好 然後毛利很低 那我就公司就關起來 不可能啊 還是要營運啊 結果生意越做越多 輸越多 所以這個會不會崩盤 這個一定會崩盤的 所以這個是不是底 絕對不是底啊 這裡絕對不是底 那這裡是不是底 我認為這裡明年也不是底 今年有可能撐得住 那明年大概撐不住這裡 這我預測啦 因為我是分析師啊 我會多預測嘛 所以因為你如果有長期投資 陽明長榮 你也不要罵我啦 因為你罵我沒有用啊 錢是你的不是我的 你罵我有什麼用 你罵我沒有用啊 我是分析師而已啊 我只是提供給你參考 就是一定會崩盤啊 我說會崩盤啊 就是會崩盤 這個一張不賣的也會崩盤啊 一張不賣的奇蹟就會來了 也會崩盤啊 我也講過啦 這個之前做貨運的 他也不曉得跟人家跑什麼 我也不知道 這做貨運的其實賺錢最辛苦 他也不曉得跟人家標什麼 標到100多塊 我也不知道什麼意思 貨運跟電商又不太一樣 電商它不是貨運喔 貨運就是貨運喔 那你說這種貨藍業 有做空運跟海運的 他們是跟運輸股綁在一起嘛 那你說這種東西跟著漲跟著跌 還有比較有道理 比如說這種 那這種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知道我意思嗎 這這個它不是 它跟船沒有關係 跟那些貨櫃輪 或者是傘桌 完全沒有關係 他們是載貨的啊 就幫你送貨啦 它沒那麼好賺啊 它不是普通通啊 普普通通 但是會賺啊 那是普普通通啊 那該為什麼 所以我說你說運輸股會不會漲 會啊 我下這個車標 我問號不是給你的 我是給各位看這個測標 然後我給你一個答案 答案是肯定去 運輸股到底會不會漲 會 IC設計股回測能不能買 可以 但是如果你買在這裡 你就是程度很差 為什麼因為你看基本面很好 你買這裡的 我今天剛剛貼文有講嘛 你買在298的 跟買這一檔股票在這裡的 其實程度是一樣啊 你會買這檔股票在這裡 或者是買這檔股票在這裡 其實你就是買這檔股票在這裡 跟買這檔股票在這裡 其實程度是一樣的 程度是一樣 因為你是看基本面嘛 你保證是看基本面很好啊 可是 現在目前我講的 不管是運輸股還是IC設計股 現在跌下來了 基本面有沒有改變 沒有反而更好 對不對 是不是反而更好 所以你就想說基本面很好 所以我要長期投資 我欠你不要 我欠你不要 我沒有欠你我欠你不要 因為這個基本面一定會退的 這種毛利一定會退下來的 它不會永遠一輩子都這樣啊 不會啊 因為它以前曾經是這樣 2.83 這個毛利以前很低啊 甚至以前 古時候還虧錢 一直虧錢 虧了好幾年 是不是 那自從 慢慢賺了一點錢以後 就跟股東要錢 要182塊 對不對 毛利增加嘛 就是因為報價增加 塞港啊 以後就不會塞港 不會塞港 它毛利就會往這邊退 往這邊退 一直退 一直退 甚至到負的 但是我不相信 不相信你以後就知道了 我也不一定準啊 但是我提供給你參考 所以你不能長期投資 像這種股票 江中文股票 它的市值 本來是從100多億的市值 100多億而已 4.72 這是去年的事情而已 109年 這2020年 這7年3月才1年半時間裡面 市值這樣拼到50倍 市值拼50倍的意思就是說 本來是1塊錢變成50塊你要跟它買 你這家公司買斷 買斷它全部把它買起來 假設你是很有錢的人 那公司也願意賣給你 你本來陽明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你把它買下來 一花100多億台幣 100多億台幣 在這邊可以把它買下來 可是它飆到最高的時候 你要花5000多億 花5000多億才可以把陽明買下來 你願意嗎 本來100多億的公司你就可以買下來 假設你很有錢 那現在經過了一些時間以後 要用5000億跟它買下來 你願意嗎 如果你不願意 那法人就不會願意 主力就更不會願意 所以陽明太貴了 一定會崩盤的 但是不是現在 因為主力沒有落跑 他怎麼崩盤 主力還有一大堆陽明 還有一大堆長龍萬海 他們還沒有賣給你之前 他怎麼會崩盤 那崩盤以後他賣給誰 你想要賣給誰 當然賣給你 你很專順 你每天都覺得基本面很好 有點程度好不好 講基本面就最糟了 最糟糕了 我跟你講 你如果一直講基本面 在做股票 水準不夠 程度有夠壞的 我不會騙 因為你一定去白街 你一定買這裡 想也知道 你隨便買這裡 你一定是買這裡 你一定是買這裡 我隨便拆也知道 你一定會買這裡 你絕對是買這裡 你一定是買這裡 因為你基本面很好 基本面很好 怎麼買在這裡 因為股票市場一定是一直 講基本面很好 你才會去買 你一定會買這裡 你基本面很好的人 一定是都買這裡 基本面都沒有變 保證 為什麼 因為程度很差 怎麼會講基本面很好 你一定買這裡 你不會買這裡 你只會買這裡 因為基本面很好 基本面很好 不會吃的 泡面吃的 我就說過泡面吃的 基本面不會吃的 我告訴我 所以今天IC設計庫跌下以後 反而大家在唱衰 我跟你講基本面都沒有變 可是絕對不能長期投資 我說IC設計股會再漲 是因為技術面 我沒有講基本面 我說運輸股會漲 我沒有講基本面 我是講技術面 因為技術面他們會漲 那技術面既然會漲 就是買啊 所以兩種都可以買 你懂我的意思嗎 兩種都可以買 比如說這個跌下來 你不要買這裡就好了 我這天不是賣掉了嗎 我不是一直跟各位講嗎 我在這邊賣掉啊 不要說賣213 也不要說賣194 平均賣個200塊應該都很容易 我們是買156的 可是這裡的基本面 這邊每天都 這份報紙都寫 叫你要買金豪科 利多都在這邊講啊 那我就把它賣了 那今天跌到這裡來了 跌到這裡還要再賣嗎 當然不用賣了嘛 跌到這裡反而是一個買點 那另外這張股票 我不是這天賣掉嗎 我沒有賣到最高點 沒有賣那麼厲害 沒有賣到290 我們賣在這裡 大概賣270-280 275-280左右 都可以賣得到 我們這張股票是212塊買的 212塊半買的 雖然不用賣到最高 我們也沒有那麼貪心 要賣到最高 沒這個本事 詐騙集團才有辦法賣到298 那我們賣這裡 隔天還有這幾天還有高點 結果今天摔下來252了 那你跌下來以後 是不是反而是進入了一個計算面的拐點 可是我也沒有跟你講基本面很好 我也沒有跟你講說基本面都沒有變 基本面都沒有變 所以拉回是買點 沒有 我不會講這麼low的事情 因為很多分析師每次股票漲起來就講基本面 跌下去以後不講基本面了 就變講籌碼面 就講說籌碼面很差 籌碼面很差 在這邊講基本面很好 結果跌下來以後籌碼很差 這邊講基本面 這邊講籌碼面 沒有水準 你要講基本面就一直講基本面 你要說陽明234.5 你敢說基本面很好 那你陽明剩下100多塊 你也要講基本面更好 這樣我才會佩服你 不然你怎麼長起來講基本面很好 跌下去你就基本面就不講了 變成講籌碼面 這樣不是詐騙集團嗎 這樣分析幹嘛 這樣分析很沒有水準 如果說我跟你講 我最欣佩的投資朋友 如果有些老師說 基本面很好 陽明可以買 看300看400看500 那跌下來以後基本面也很好 這邊反而更便宜更要買 如果這樣講我會佩服他 因為他很敢 他敢面對 可是一般的橫西師不是 他234.5跟你講基本面很好要買 結果跌到100億收 基本面就不講了 就講說籌碼面很亂 這什麼東西啊 這不是詐騙集團 是什麼詐騙集團啊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節目現場 廢行 好的 好 謝謝 我 追求梦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技术面的 所以我为什么要空长龙 我管它基本没有很好 我就给它空下去 215块 我这边空的 会员都在看 215块 那我这边回补 这边赚了31% 这边为什么回补 这里的基本面跟这里的一样 那为什么我这边买 这边放空这边买 基本面都没有变 可是技术面叫我回补 回补以后反弹 那反弹以后这档股票因为当初就关锦币 所以很难放空 是不是 量很少 那我们就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放空这档 196.5 这支 空完长龙换阳明 阳明打它以后你看 跌停板一直跌停板一直跌停板到这里 138.5公弹回补 这一天回补 放空阳明跟基本面没有关系 这里的基本面跟这里是一样好 这里的基本面跟这里跟这里都一样 都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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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完全一模一样 这个也是一样都一样 那为什么这边基本面很好 这边基本面就不讲了呢 那些讲基本面的怎么都不讲了呢 看坏阳明的 要把他打开 以前都叫你买阳明的那些老师跑去哪里 现在都不讲了 不讲讲的 输到胖口的 看你输了百分之五十 二三四点五 跌下来以后有点减少 一跌就是跌五成 一百万剩下五十万 一千万剩下五百万 有点凡烫的 当然我不是讲你啦 我是讲那些分析师啦 跌了百分之五十余反而不复盘 反而不敢讲 反而一直打压阳明昌龙万海 有点好笑 怎么基本面都没有变 你怎么变不敢讲呢 可是我有讲基本面吗 我完全不讲 我非常讨厌讲基本面 因为那个东西太多了 大家都知道东西为什么要讲 我为什么要重复讲 报纸都有写 我为什么要跟你讲 你自己看就好啦 大家都知道嘛 市场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东西 为什么我要讲呢 我如果要讲也讲你不知道的 讲那东西干嘛 讲基本面干嘛 最没水准 你讲基本面的人 就会买这里啦 我没骗你 你就一定会买这里 你一定会买在这里 你今天就会买这么多了 你看看 你讲基本面的人 你就买这里啦 我没骗你 可是技术面这边是卖点呢 技术面这边是谈上去 我们卖在这里啊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卖点 这个地方就是买点 跌下来以后 就是买点 就进入了买点 这个也是一样 比如说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 这里是一个卖点 你怎么会想到这里去买呢 那跌下来反而是买点 所以IC设计股今天 我是举了几档股票给各位知道 很多嘛 IC设计股今天大部分都往下跌嘛 那很正常啊 你有时候要跌一下 不然一直涨IC设计股 那这样钢铁股怎么涨 那这样运输股怎么涨 轮一下嘛 所以今天轮到钢铁股强一些嘛 运输类股有一些还表现不错嘛 这样合情合理啊 不然一直涨IC设计股这样子好吗 不好啊 你知道买买意思吗 轮流一下嘛 但是这个地方跌下来以后 能不能IC设计股 能不能买 当然买啊 为什么不能买 我最不讲基什么面的人 我都可以买 何况是讲基本面也没有变啊 这跌下来有基本面有改变吗 没有啊 越来越好啊 我当然知道越来越好 可是你买这里就不好 你跌下来买才好啊 基本面很好啊 你买这里就不好 跌下来买才好 基本面很好 你买这里不好啊 跌下来买才好 基本面很好 你买这里不好 跌下来买才好 基本面很好 你买这里不好 跌下来买才好 基本面那种东西是最简单的 最没有 最没有程度的 基本面是最没有程度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 没有一个人不知道 基本面 谁不知道 是基本面很简单啊 你友达赚多少钱 财经赚多少 谁也不知道 你看友达 你看上个礼拜 我这个冲上去 我要不要买 我这天做多当冲 赚7% 我们就把它卖掉了 结果跌到今天 我才买 买回来 跌到这边买回来 我在贴德国人有讲啊 我买在21块两毛钱啊 那你说友达这边的基本面 跟这里基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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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都一样 完全一样好 从来没有不好的 都一样 可是价格就不太一样 这个就是技术派啊 加了贴德国人 一国3008 我今天有讲到友达嘛 所以我常讲 很多人都会误会我 我说啊老师你怎么 那么不重视基本面 你重视基本面的 你就吃泡面啊 你重视基本面的 你就买洋棉234.5啊 你就吃泡面啊 你讲基本面的 程度最糟糕 你知道我意思吗 我非常看不起 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那种什么好比赛 你要跟人家比赛 你也要厉害啊 你也要功力比人家强 人家知道了 你也知道了 那请问一下你跟他玩什么呢 你是散户呢 法人也知道 你也知道 那你是散户你 你怎么对抗法人啊 再讲基本面很好啊 不过你就吃泡面 不过你 杨明的输入 赔了五成 藏龙会套五成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太相信基本面了 加了好友 我叫Telegram193008 银派是操作技术面者 我们以技术面为主 我们非常的不重视基本面 但是我们很懂 我基本面很强的 我程度很高的 所以我敢批评的原因是因为 我太了解基本面 不能当作股票操作的原则 完全要技术面操作 所以我再跟各位重复一遍 印输股跌下来以后 会不会涨 会 我答案讲得很简单 很清楚很肯定 我不会模拟两可 IC设计股回测能不能买 绝对可以买 我讲得很清楚 我没有模拟两可 了解我意思吗 那今天的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明天见 明天见